这是中国现在的高铁 这是中国2004年之前的绿皮火车 20年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嗨 这是一个被载入斯坦福大学教科书的经典案例 今天这个视频来展开聊聊 2004年的时候 中国铁道部向世界招标140列列车 拆分成7个包 每个包20列 进行国际招标 虽然只有140列列车 但当时在国际上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 哪有一个国家一买就是这个量级的 而且铁道部说 我们就试试水 要是合作得好的话 之后咔咔一顿采购 我们当时是计划要在中国开设四横四纵的高速铁路 而且后来这四横四纵也确实都是实现了 没有一个高铁企业可以忽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自家高铁巨头 德国的西门子 日本的新干线 法国的阿尔斯通 和加拿大的庞巴迪 听到消息后都跃跃欲试 参与招标的其中一个条件是 只有合资企业才具有投标资格 也就是说 这家公司必须要具有外方的先进技术 同时必须要注册在中国国内 而且外方只能和两家中国企业进行合作 一个叫南车 一个叫北车 南车四方 北车长春 这是铁道部下属企业拆分的两家公司 在这轮招标中叫做国际买家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合资呢 庞巴迪按兵不动 他在之前已经和南车建立了合资公司 人家说老朋友了 关系很好 那剩下的就开始忙起来 南车跟日本关系很好 和川崎重工80年代也有过合作 彼此之根之底 他就跟日本谈 但是新干线并不是日本一家公司 拥有全部的专利技术 它是一个大的企业联合体 不同公司掌握着新干线不同的专利技术 联合体里面川崎重工 正好处于经营困难的时期 它极需要从中国获得这一笔资金 所以跟中国走得比较近 联合体里面还有其他企业 他们听到要卖技术给中国 说我卖我上代的技术可以 南车说那不行 你要跟我合作 必须要给我最新的技术 于是无论是和中国这边 还是和联合体的其他企业之间 都需要穿起重工来做沟通工作 北车和西门子谈 中国铁道部其实最新移的是西门子的技术 快稳世界领先 但它的问题就是贵 阿尔斯通跟南车北车其实都在谈 主要目的就是用来压价 北车跟西门子说 你这价格不行 实在是太高了 你问问阿尔斯通给多少钱 南车跟新干钱说 你实在不行 你就去找阿尔斯通 阿尔斯通说 嗯 你们理解一下一个备胎的感受 但在那样的市场上 备胎好过弃胎 2004年的6月17号 发布投标规则 7月28日投标截止 一共是41天的时间 多一分钟都不算 谈判紧张到什么程度 南车跟整个新干线 日本联合体谈判的时候 买过来的四台打印机 全部烧坏 所有谈判者 从日本派过来的 都是五六十岁的年纪 因为时间太紧张 所以都没怎么睡觉 通常是谈着谈着 椅子往后一仰 就可以睡着 然后休息一下 起来继续谈 谈到后来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这边出了一个假 对面安静了 因为翻译睡着了 等到对面醒来之后 问对面 之前说了什么 对面说我不记得了 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紧了 41天 数百页的合同 一项项过参数 西门子当时在中国 有非常多的商业信息 也知道中国铁道部 最新移的 应该就是他的技术 所以报价特别高 高到什么程度 一列车 人民币3.5亿元 技术转让费 打包3.9亿欧元 而且还不能保证 一定会给最新的技术 中国当时招标是140列车 7个包 每包20列 大概算一下 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多少钱的单子 最后一天早上8点钟 招标结束 6点钟的时候 当曙光 也就是当时 中国铁道部的装备负责人 来到现场 点了一根烟 没有抽 和西门子的谈判官说 老实讲 你们这个价格 真的太高了 我来压个价 一列车 2.5亿人民币 全部技术转让费 1.5亿欧 如果可以 咱们就把合同签了 如果不行 可以买回家的机票了 西门子谈判官说 这是一个侮辱性报价 国际采购 3年9亿欧 你抹个零头就算了 对吧 你还砍半 这是什么意思 侮辱性报价 不可能接受 这一幕后来 屡屡被大家记录 之前说张鼠光 他点了一根烟 对吧 他没有抽 说完这些话之后 把烟掐灭了 说各位 可以买回程的机票了 西门子依然觉得 这是一个极限施压操作 说不可能放弃 我们的技术 就是最快 最好的 还剩一个小时 他肯定会和我们签合同 然后张鼠光 和整个团队 全部都出去了 10小时时间里面 北车完成了 和安尔斯通的签约仪式 这是组建了 北车 安尔斯通 投资有限公司 完成了这一轮招标 西门子在八点整 正式出局 那天早上 西门子和安尔斯通的代表 都住在一个酒店里面 吃早餐的时候 这一边是欢天喜地 那一边是冷若冰霜 冷若冰霜的那一边 清楚的知道 他们不需要再买回程的机票了 整个团队就地败 当天德国西门子的股票 跌了17% 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从最大的高铁市场里面出局了 你的技术再好 没有人买你的技术 怎么盈利 男车和新干线成立了合资公司 也投出了自己的标书 7个包采用3加3加1的方式 每包20列 其中3包60列给到了北车 阿尔斯通 另外3包60列给到了男车 新干线 还有一包20列给到了男车 旁巴迪 20列车是怎么构成的呢 合同上其实写得很清楚 是1加2加17的方式 其中一列 请缘分不动地卖给我 我要看 另外再买两列 零件全部从国外进口 在国内自主安装完成 剩余的17列为国产化列车 所有的零部件 我们自己生产 自己组装 如果有问题的 找外风资讯 自主生产的这17列列车 如果有一列和原装车不一样 那么就一列车的钱都不付 从新干线 旁巴迪和阿尔斯通引进的技术 就是我国的第一代动车组 1A 2A和5A的三个车型 三家公司各有优劣 他们各有各的优势 也各有各的壁垒 因为这些技术都是独立研发 独自完成了三四十年的技术进程 有的快但是不够稳 有的稳但是故障多 有的又快又稳 故障率低但是贵 他们都来自于不同的师傅 在一个相对分闭的环境里面 自我进化 所有的技术在中国铁道部进行了汇合 南车和北车进行了技术吸收之后 完成了合并 重回中国铁道部1A 2A和5A迅速完成了统一 阳长臂短快速组装 西门子还记得吗 他的技术是最好的 就这样子放弃了吗 谁说的铁道部只发包一年呢 2005年6月铁道部再次发包 拿出160列列车8个包 每包20列 向世界再次招标 这一次没有采用指定中国战略买家的方式 而是采用技术性招标 针对的就是西门子的技术 西门子来了 咔咔一顿报价 每列车2.5亿人民币 技术转让费打包0.8亿欧 和一年前的报价相比 每列车便宜了人民币1亿元 技术转让费一共便宜了3.1亿欧 不得不佩服这个策略 2005年的发包和之前大致相同 8个包采用3加3加2的模式 又拿到三加技术 铁道部学到技术之后 快速整合 2009年五广高铁正式开通 这次中国首条设计时速 达到350公里的长途高速铁路 当时的四横四纵 现在已经变成了五横五纵 甚至是八横八纵 然后列车数量远超想象 但是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 还大力出口 在国际采购中 中国作为投标方开始频频出价 不仅价格低 而且在技术上融合各家之所长 到此为止 可能有人会认为 中国从外国公司那儿学到技术之后 就可以申请专利了 可是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外国公司卖的 并不是最新的技术 人家也不傻 商业秘密一直都是商业秘密 从新干线采买的技术 可以被称为是缩水版型杆件 日本当地的动车 是六栋二拖结构 就是六节动力车 和两节非动力车组成 最高的运营时速 是275公里 然后他们卖给中国的 是四栋四拖结构 也就是由四节动力车 和四节非动力车组成 最高时速被限制在了250公里 于是中国发明专利 比如说 车头改成火箭型 阻力减少30% 采用稀土永磁电机 众所周知 中国不缺稀土 能耗降低了25% 试验室 时速达到了450公里 比新干线原型车 快了63% 新门子在转让平台网络 控制框架的时候 是禁止中国使用 底层安全代码的 在引进CRH3车型时 是指提供图纸 但是不提供软件设计的 就类似于只教中国人 怎么样把零件安装上去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安装 以及这样安装的背后 到底是出于怎么样的设计 也是不教的 除此之外 引进的技术 还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 奥尔斯通提供的列车 可以在零下25度的环境下运行 但是中国东北的室外温度 可能会到达零下40度 于是中国工程师 像拆解冰箱一样 研究制冷系统 他们爬到车底 发现密分胶 遇到低温会裂开来 于是研发了 及地密分胶的专利技术 然后还发明了接触网 自动溶冰算法 相当于给铁轨装了电热毯 防止铁轨结冰 再比如说 新干线和西门子的 列车信号系统是不兼容的 列车不能混跑 于是中国自主研发了一套新系统 统一了交通语言 还加装了4000个传感器 列车可以自动诊断错误 响应速度比之前快了三倍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我也是在准备这期视频的时候 才意识到中国申请的 关于高铁的专利技术 已经超过了1.8万个 中国的高铁营运里程 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多 弯道超车的中国高铁 是有点厉害的 二周园 确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